增加行 动态增加行 那么增加行的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Grid里面它还有哪些东西 可以跟我们来增加行的 我们找增加行 就是我们动态增加 那么它肯定是一个方法让我们丢用 那我们就找这个DataGrid里面的方法 我们往下了 如果说觉得学习这个一里以外难的 同学就应该好好看了 刚刚我也加了这个属性 怎么去使用 那现在呢 我们又来找方法怎么使用了 好 我们往下找方法应该是在它的下面 好 终于找到它的方法地方 好 我们找 继续找 上面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漏掉 没有 增加行的 这些Grid Cleaned应该不是 要么就Insert 要么就Append 是吧 好 我们往下找 再往下找 Append的Low找到了 同时下面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叫Insert的Low 插入一行 那么插入一行呢 它这里又指定一个条件 这个参数 里面有一个是它的行的硕 要去指定 那对于这一点呢 对于我们动态维护来说 如果你是去插入这个行的话 你需要记住 你插入了应该是哪个 是吧 那如果时候我们使用这个Append的Low的话 这两个会有啥区别 首先它不需要指定 你是在哪个行里面去插入 是吧 不需要这个Index 只需要你这个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参数 是个对象 是吧 是个对象 那么它 就是一个它的数据 是吧 而且这个对象 是我们的Gestion对象 对吧 好 然后它是 定用它的AppendLow的方法 是吧 大方法 定用小方法 然后它的意思是干嘛呢 是吧 追加一个追行 那这个追加怎么理解 是吧 追加应该就是在最后面追加 是吧 好 所以它说 新行将会被添加到最后的位置 好 那就是说 我问你 如果说你知道 我这个表格里面有多少行 如果你知道 我这个表格里面有多少行 那我问你 我新追加的这一行的行号是多少 加一是吧 好 这是行号 那我们如果换到塑影里面去呢 塑影它是从零开始的 那我们就相应的 应该 就是它了 是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使用 就是AppendLow 来方法 来追加一行 那这个地方 加到哪里去呢 是我们在点新针的时候 给它加 是吧 那因此我们这个地方就写了 增加一行 好 那这个就是 丢用我们的Grid 来增加 Grid 叫 点DataGrid 那么里面的小方法 叫AppendLow 是吧 好 那AppendLow里面的数据 应该怎么给呢 这数据 我应该填什么呢 这将来追加的这一行 我是不是放到我这个表格里面去啊 那我放到我表格里面 是不是必然会有我自己列 所以呢 我们这个数据啊 就跟我们这个列的结构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这个数据里面啊 这个值 就是我这个Low Low参数啊 Low参数啊 Low参数的这个值 就应该跟我上面这些field啊 比如说它的 Goods ID 等于什么 是吧 Goods name 应该也是等于什么 还有它的price 应该也是等于什么 这个样子 对不对 只有符合了它上面的这个结构啊 它加进去才有什么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呢 也可以啊 你这个追加一行 你可以少部分数据啊 就是说 我这个field不写 那么它是没辙而已啊 那一是呢 我们这个追加的这个Row 这个对象 是什么 应该填什么内容 现在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啊 是根据我们上面这个列的定义啊 也就是说 所上面这个列定义了有哪 有多往列 那么我这个 追加的这个参数 这个对象里面 我就应该有哪些属性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我就给它一个啊 我NUM 初始值给它一个零 然后我的MONEY 也是初始值 给它一个零 好 那给它这两个就够了 我们因为我们啊 你之前没有值的 我们可以不填啊 因为我们要选择这个商品 来加载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不给它值啊 好 那第二万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好 刷新 新增 是吧 就出来了一行 是吧 只不过是我的编号 商品 还有价格 没值 是吧 那如果说你知道的啊 你可以给它加上 那比如说 我们这个啊 我把这两个把它COPP一下 听上啊 比如说你商品编号 ID是1 是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 可爱多 是吧 好 价格5块钱 我们再来试一下 新增 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 那这一点大家知道之后啊 那我还是把它删掉啊 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来选择的啊 好 那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怎么增加一行 啊 这个难点 应该就解决了啊 如果去增加 啊 这个没有增加一行啊 是我们实现 东外表格的编辑啊 那现在我们不管啊 先增加一行啊 先实现一行 然后我们再来实现这个可编辑啊 好 那下面这个可编辑呢 应该怎么让它进入编辑状态呢 那大家思考一下啊 我们这个Grid 是吧 它是我们的Grid 这个表格管 那么它肯定会在 它既然可以实现这个编辑 那么肯定是 在这个地方会去有个方法来丢用 让它进入编辑状态 对不对 那我们来找一下啊 也是在它的方法里面找啊 我们来 有的同学应该 已经看了 那 这一点值得表扬啊 值得表扬 因为它学的比较前啊 也懂得看这个API 实际上这个 就是你这样子 你就是一个一大进步啊 这不是老师夸的 夸你是没有 没有用的啊 你自己学会的才有用啊 好 那我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参数啊 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 end added 上面叫做 begin added 然后传的 都是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叫做 index 这个index应该是啥? 行的溯影 那这个行的溯影 应该是从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丢用begin edit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它进入个兵级状态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啊 可以使用这个begin edit 来丢用它的begin edit 那同学们要思考一下 begin edit 那我这个时候啊 新增一行了 那我这个时候 我传的这个行的溯影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我们的begin edit 那这个值啊 应该是多少? 零 还是多少? 那么加一是吧 好 两个都不对啊 两个都不对 那我们怎么来啊 首先 我们增加一行 是不是让我们鼓励的多了一行? 那假如说我再点多一次呢? 这个加一是不是? 那我这个值应该从哪里来获取? 啊? 刚刚我是说了是说啊 如果让你知道这个表格里面有多少调述率 这个时候我再增加一行 那么这一行的溯影是谁? 是多少? 总数最加一 加一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让你啊 获取所有的表格 获取所有的行记录 啊 怎么来获取所有的行记录是吧 刚刚说啊 如果你们知道太多行的话 那么他说以后就能计算出来是不是? 好 那如何来获取所有的行记录呢? 那这个地方也是在他们的方法里面 一个get rules是吧 返回单前页所有的行 啊 他指的单前页如果分页的情况下 就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啊 那我们现在是没有分页的 那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表格里的所有行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使用这个get rules的方法 叫做breed 点啊 dataGrid get rules方法 get rules是吧 嗯 不错啊 那这个时候 他就得到了啊 所有的 rules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返回单前所有的行数的 那就是他的rows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rows的长度你知道了是吧 那么我这个 指的你是不是应该知道啊 好 rows.length 怎么了 好 这是一个速度啊 这是一个速度 说一点length就可以直接访问啊 这个时候应该是lens呢还是多少 lens lens啊 那我给你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临机 应该报错啊 他没有进去那个边急 啊 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这个应该是蛋了 你索性啊 啊 蛋了没有加大 好 在上面啊 好 我们是有的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点击啊 他没有报错啊 但是他没有进去开启这个边体 是不是 对不对 我们还是不能编辑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个段啊 就是在我们左边这里啊 首先顶到这个sauce 就是我们的圆满 然后左边我们可以下个段 点击新增 啊 他进来刷 我们这个时候得到这个rows 只有一条数据是吧 那你说他的lens应该等于多少 等于1是吧 那么你又开启 编辑等于1的那行记录 有没有 硕标应该是什么 锁影应该是什么 0是吧 那我这个值是不是应该减移啊 好 这样子就好使了 那我们把它改成减移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我们新增 啊 这位是减移了啊 好 我们断点去掉 嗯 还没给我们开启这个编辑是吧 那这个呢 为什么呢 啊 有没有人同学 有没有同学预许到下面呢 啊 没有啊 那这个我们开启编辑呢 你还要给他指定一个编辑器 那同学有没有思考啊 我们刚刚在影视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啊 左边这里没有 这个是反正是可以填的 这里呢 还可以输入下拉框 是有差别的 是吧 那它是怎么出来的啊 那这个呢 就会有这个就是编辑器的说法啊 那么编辑器呢 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啊 编辑器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列 是吧 那这个每一列的编辑器应该在哪里呢 应该属于我们的 列的属性是不是 列的式子里面 好 那我们再来找列的式子啊 找到这个列啊 往上拉 好 这里有个写的编辑器是吧 我们先不管啊 这编辑器是它内置的一个对象啊 我们再来找属于列的啊 列属性啊 列属性呢 我们来找编辑器 编辑器应该就是 editor 是吧 editor 有了 找到了是吧 就是这个列的属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两个参数 那么如果 当它是字无串 指明编辑器类型的时候啊 可以指明这个编辑类型 那么对象呢 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type type呢 是一个字无串啊 指定该编辑器器的类型 那么它可以使用的编辑器器类型 有下面这么多种 啊 第二个是一个options 是个对象啊 options 其实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编辑器的 一个对应的类型啊 它的一个配置信息 啊 好 那么我们理解到了啊 这个editor的使用时候 那这次我们可以给它加上啊 那我们这里呢 啊 我们可以往下拉啊 刚刚我们那里看了一个就是 冰辑器啊 我们往下拉 嗯 应该在 过的时候 冰辑器啊 冰辑器啊 嗯 它这里没有一个 示例哦 没有个示例 我们找到上面有没有啊 看一下 上面也是没有示例啊 但是我给你给你演示一下啊 如果说啊 我这个数量是吧 这个价格 我给它加上一个编辑器啊 叫做editor 啊 如果我给它第一个 给它一个叫做 number box 这number box 是不是属于我这个编辑器里面 类型的其中一种 对吧 定义编辑器啊 这是定义编辑器啊 那列的属性 这里面 好 number box 是吧 一个数值 好 好 那我这里同样的啊 我把这个 数量跟这个金额 我都给它加上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效果怎么样 好 这里我们开启编辑了啊 好 我们再来应该是这个编辑啊 看一下有没有加上啊 number box 你只能输入数值 不能输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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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是吧 好 那我们编辑器这个开启编辑啊 大家就学会了是吧 我们除了又开启这个编辑状态 我们还要给它 赤字这个编辑器是吧 呃 需要 啊 需要 先 试字 它的 编辑器 那才能开启 编辑状态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顶一下啊 你增加一个 增加两个 增加三个 你是不是所有行都可以编辑啊 好 那我可不可以让它就是说 我编辑行其他行也关闭掉 啊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改数据我就不会乱啊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我 我们怎么让它去关掉其他行呢